拜登總統講了六次的起風之下的時候 他已經講得很明確了 來 觀眾朋友 國際的政治 他說 講到這個 整本機 做到一場時間 有可能啦 講歸講啊 真的兩岸開戰的時候會不會 會不會不一樣呢 因為剛剛我給大家看的影片 主持人已經問他啦 所以台灣跟烏克蘭不一樣嗎 拜登說不一樣啊 烏克蘭是從頭到尾還沒有開戰 就是說不會派兵 可是台灣是還沒開戰 就是會派海空部隊嘛 對不對 好 那拜登說了 看他會不會做到 我們現在沒辦法驗證 我也不需要兩岸打仗 但至少他說了這麼六次 那拜登講了六次 台灣依舊信的信 不信的不信 我看這兩天國民黨有立委講說 哎呀 少在那邊講啦 一定不會真的來 那民進黨方面是 謝謝美國總統拜登 那講了這麼多 我也慢慢理解啦 不管美國總統怎麼講啊 台灣就是分兩派嘛 就是藍色的人質跟 綠色的人質還有白色的人質嘛 就要講我今天的重點了嘛 一個紅色的綁匪衝進銀行 他挾持了三個人質 一個藍色的 一個綠色的 一個白色的 可是每個人質看到 綁匪衝進來的時候 他的心理反應不一樣 綠色的人質講說 警察在外面 警察是誰 美國 他快要衝進來救我們了 所以我們忍一下 警察會來 我們要抵抗 我們不要屈服 可是藍色的人質說 等一下 警察是講一講的 他不會真的來救我們 而且他也沒有能力救我們 因為綁匪太強了 一旦我們反抗的話 綁匪會把我們殺掉 所以我們只有採取一種方式 就是拼綁匪的 而且呢 不要違逆他 否則會有很大的危機 所以藍綠的人質 他們看法完全不一樣 我也能理解啊 我也不批評 但是我告訴你 確實台灣的民眾 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 所以我才講說 這個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真的非常像 來 觀眾朋友 我來試圖給大家做對比一下 你就懂 為什麼今天這樣子講 做這樣的比喻 首先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他代表人質 在被綁匪挟持的情況之下 說會出現幾個特質 第一個 綁匪一定是為了 某些不得已的理由 特別的理由 才會綁架人質 而這個理由呢 得到了人質的認同 什麼 就是兩岸都一中嘛 大陸為什麼打台灣 因為我們都是一中啊 如果有人不想要一中 是你不對不是我不對 所以大陸打台灣 是因為台灣不對 台灣有人不想一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人質必須要真正感到 受到威脅 那我們現在台灣有沒有感到威脅 我是覺得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有 因為大陸現在目前 這個兵強馬壯 潛艦有三艘 然後軍機這麼多 常常又飛越海峽中間 看起來 好像隨時要打仗的樣子 然後把我們台灣圍起來 裴若席的時候 打飛彈過台灣的上空 台北的上空 所以感覺有威脅嘛 所以打仗這個事情 就是實質的威脅 那第三點 在遭到挾持的過程當中 人質呢 他會接受綁匪的一些 略失小會 那如果換到兩岸關係來看的話呢 就是 兩岸紅利啊 兩岸紅利讓台灣很多人覺得 大陸 大陸是我們一家人 大陸是 是可親近的對象 不要討厭大陸 不要討厭共產黨 不要討厭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所以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就是 部分的人質會對於 綁匪以外的聲音視而不見 覺得綁匪講的就是聖旨 外面說有警察來了 然後看到有很多都把銀行包圍了 應該綁匪跑不掉了 不看 就覺得綁匪就是聖旨 所以就是我剛竊合今天所講的 即使拜登講了六次 台灣有一群 出現斯德哥摩陣後群的民眾 他們不接受美國有可能在 綁匪對人質進行威脅的時候 加以壓制 讓這個綁匪不敢真的動手去 對人質不利 美國說你敢動我們就不利 美國講了六次 你只要不經共台灣沒事 One China Policy 這個我們節目講過好幾次了 你看美國總統用詞都很精確的 我們雖然是One China Policy 我沒有讓你要動台灣 你敢動台灣我們就必須出手 沒辦法被迫的 那這個訊息 部分人質沒有接收到 他覺得美國都講講而已 所以不相信美國 所以以美論 這是斯德哥摩陣後群的第四個特質 最後一個 就是部分人質 就是有斯德哥摩陣後群的人質 他相信 逃脫絕不可能 你說我們現在被挾持了 我只能夠相信綁匪的話 我聽他的就沒事了 我不聽他的我就絕對完了 外面有警察要來 而且其實我在旁邊有沒有 那個布魯斯威利就跟我一起 在旁邊 他其實等一下就要去綁匪壓制了 他是個警察在我旁邊 我也不信 反正我就聽綁匪的就對了 好 那這個就是 台灣有 有部分的人覺得說 不要採取抵抗 只要 只要我們 聽從這個綁匪的指示 所謂 比如說兩岸就終究是一中嘛 這樣的話就沒事了 他當然就會覺得美國你不要來亂 你只出一張嘴啊 你說什麼你會綁台灣 到時候還不是沒有 賣的武器又特別貴 東西又掉得很晚對不對 好 今天論點講完 斯德哥摩陣後群是 一個在形容綁匪 挾持人質的時候 人質出現了心理上的變化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這樣 但有些人同情綁匪了 那兩岸的關係上面現在目前 透過來看 雖然 這個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學者或專家 但是看起來還真的有點像 就是大陸在對台灣說 我們兩岸都是一中 宗教要統一 如果你不接受 我就打 如果你接受就不用打的時候 台灣的民眾有的人接受 有的人不接受 那美國現在跳出來 拜登總統講了六次了 就是只要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 不動武都沒事 你動武的話 我們美國必須有動作 我們會出動海空的武力 去保衛台灣 這樣的話 講了這麼明白 講了六次 台灣依舊有人不相信 甚至覺得美國很多事 會害台灣 跟大陸最後走向死胡同 這就是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發酵 造成了台灣的民眾 對於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文攻武嚇 出現了完全天南地匪的兩樣的心情 有機構發酵巨一大陸對華雲的大陸對華雲的大陸在